Luci,其實你的故事 我聽到很特別 因為你在時尚方面很有成就 但聽到發覺到這一刻 其實你對時尚 也有另一種獨特的見解和看法 在愛與恨當中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想先問一下 特別是一開始讀完書、畢業 在香港、英國 有很多的履歷 我想工作會很順利 一開始入行有困難嗎 Luci、Shiru,回到香港 想開始自己的工作 想回想 我其實是很順利 我回來的時候 應該好像做了一份工作 應該是一個多月左右 我自己去參加香港時裝節 不是自己,是我的朋友跟我說 叫我去參加香港時裝節 是 然後我說我想做時裝表演 然後他替我報名 然後就做 做的時候… 我不知道原來那個時裝表演 是有獎領的 當時會有傳媒來投票 整個時裝節 是哪個系列最好 不知道為何會投票 我取得了冠軍 是 然後因為這樣 我父母就覺得 不如你可以自己 自己處理自己的牌子 我便開始處理自己的牌子 在中間的過程中 又要做一些電視台 叫我去做一些選美的衣服 很短時間 我已經有很多人認識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沒怎樣 整個事業很順利 加上我遇到文雅麗 即是前丹麥王妃 我想神預備了很多東西 因為他預備讓我進入了 一間很好的英國大學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 我會獲得獎 其實我們連三屆都會獲得獎 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 然後有一個人 同時遇到丹麥王妃 我想香港開埠以來 應該沒有哪幾個女生 會被嫁到丹麥當年 當年也很觸目 不知道為何我會遇到她幫她 又好像可以她找我一個做三屆 很多東西加在一起 很短時間… 也不是 這些東西加在一起 我還未讓我被人認識 是這些東西加在一起的一年之後 我進入了一間 時裝設計師協會 他們有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很好 他們說你們設計師沒有人認識 不如我們有甚麼功能叫你去吧 然後就是因為公關公司安排了我 去一個活動 公關公司很好 他跟別人說 這個女生從哪裡回來 他幫丹麥王妃做過衣服 那些記者就開始一直在報道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順利 我聽你說到現在 特別是各行各業 不要說特別是時裝界 現在任何行業 如何突圍而出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我聽到你說的這一刻 真的沒有和尚無神 都是為你開路 由你開始的時候 你好像說甚麼是時裝 甚麼是設計 即是今生不要說是零 只是不知道是有這件事 是… 你這樣走出去 神就幫你開路 是… 你覺得這件事很奇妙嗎 我覺得全部東西很奇妙 而且我後來信了耶穌 我才知道為何神跟我鋪排一條路 但我自己走出去時 我也做了一些事 希望我保持人氣 就是我開始有傳媒注目時 很多時候有記者會請我去 然後我有一次 我穿了一件我設計的晚裝 之前的報道也有很多 但因為歌詞的晚裝是低胸 我發覺翌日 報紙全都帶著標題 很大的照片 我發覺的秘訣是 原來我不用工作 只是穿一些低胸露背衣 我經常都會見報 而且會有人請我去… 當時請… 活動… 活動會有紅包和禮物 然後我發覺原來不用工作 只要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走歪了 經常說話 挖眾取寵 拼劍 因為我知道原來我劍佈 劍德版面大 就會更加多人請我去 我就不用做我自己最討厭的時裝 如是者就這樣過了一年 但我其實是很不開心的 我記得我為何選獨時裝的時候 原因是因為有人告訴我 時裝找到工作 而且這麼多行設計 只有時裝設計師會出名 所以這是為何我這麼討厭時裝設計 但是我會去選擇的原因 因為我想出名給我父母看 亦去證明我自己 這個交代 其實主要是證明我自己 因為從小到大好像被人看不起 即是給我父母 給我讀書的老師 包括同學 我想找一樣東西 其實證明我自己 證明自己的能力 變成我讀時裝是這樣的 我進入了時裝行業時 很順利、慎比我很順利 很短時間我出名 然後我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更加出位 我就繼續這樣做 但我出名了 我記得我賺到錢 還有我有一件事很渴求 就是一直希望 因為我自小的父母不疼愛我 我覺得我父母不疼愛我 我很渴求有個男朋友疼愛我 我又認識了一個男朋友 我以為有這些東西 我會很開心的時候 誰知道是我的人生最不開心 而且真的很認真想著 去自殺和試過的時候 為甚麼呢 一下子會否怎樣說 你想擁有的東西 是 都在你面前 反而有時候人過分追求 當你不是追求神 反而是追求物質 或是一些比較材質的東西 人會很辛苦 會否因為這樣 我想不是這件事 是因為我經常見報 但見親報是說一些東西… 都是很負責的 負責的 然後那些傳媒寫有負責的 我父母見到就每天都罵 總之我每次見報 我父母就不開心一次 在家裡經常吵架 經常都很不開心 是 然後我自己的男朋友 亦都是… 因為他不太滿意見報的 他也有說 還有後來我發覺原來 我自己以為對我很好的男朋友 原來他一腳踏很多艘船 是 我便發覺我這麼辛苦 想著我得到的東西 之後我會開心 但其實沒有一件事令我開心 我父母不認同 我想著有個很疼愛我的男朋友 原來如此 所以我擁有這些東西 其實我也不開心 我便在想著 我做人有甚麼意思 到了這一刻又怎樣 我記得… 怎樣醒覺 他真的在邊緣 是否決定他怎樣做任何事 我去了當時男朋友的家 我想現在說出來他才知道 我想他當時不知道 我真的去了家 然後我當時去了鑰匙 他上班了 我去了他家,推開窗戶 我打算跳下去 原因是因為 我知道他認識了另一個女生 我心想 我在你們的大廈跳下去 讓你變成空窄 然後從樓也賣不出 又租不到 總之不讓你好過 對 然後我推開窗戶 想著跳下去時 很奇怪 突然間我… 我覺得我聽了一把聲音跟我說 他說 你離開這裡吧 你對我有信心 你離開這裡之後就會好 我看到當時我在想著 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當然不開心得思覺失調 為何會聽到聲音 然後我立即轉眼 看著周圍大聲 問誰跟我說話 但沒有人的,一個人也沒有 我坐在一張梳化椅 沒有跳到 我坐在梳化椅 想起一件事 因為10年前 我在英國回教會讀書時 當時有個朋友跟我說 他說 其實你祈禱 神有時會跟你說話 他有這樣的概念 但我沒有接觸過 然後我坐在這裡想 是否真的有個神會跟我說話 我再問 我問神,你如果跟我說話 你可否跟我說清楚 然後我在等候時 我突然看到牆上有一個日曆 那個日曆其實是我偶然 在教會拿回來 說是在我男朋友的家 那個日曆翻到一個頁 寫著很大的信心 兩個字 我記得我之前聽到的聲音 就跟我說 你對我有信心 然後我有點害怕 我覺得是房子有鬼還是怎樣 我自己還不肯定是甚麼 我便衝過去走到街上 走到街上的時候 很幸好… 我很感恩,你只是打電梯下去而已 不是在那裡下去而已 走到街上就很神奇了 因為我不開心了很久 我記得一年前 我問了一個藝人朋友 我想回教會 他叫我回一間教會 但我一直都找不到 我打電話又找不到 我試過問人 又找不到那間教會在哪裡 朋友叫我回 是因為那間教會 接近我住的地方 但我走到街上時 我發覺原來那間教會 在我男朋友家對面的超市樓上 我突然看到牌子 於是我就上去了 那就是我開始相信耶穌 在你挺緊張的一個關頭 神就出手了 很真實 大家可能會有這樣的經驗 我也有這樣的經驗 有時不開心 或是真的想起一旁 轉頭擱著這個時間 我會選擇運動之外 偶爾我聽到神的一些說話 告訴我接下來要怎樣走 應該怎樣看 或是站在肚子上 可能將事情一定會化解 將會有另一邊更正面 進行之後再會有些雨 露西這裡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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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